高雄最近大家討論的話題也就是冠軍師傅 也就是這個吳寶春他終於開店了 地點就選在高雄市政府前面豪宅的店面 那麼其實連市長陳菊都特別聞香而來 進一步了解原來這個背後還有金發局的幫忙 希望呢打造一家高雄的伴手禮民店 2 1 開啟了人生第一家麵包店吳寶春一開口 就先感謝大家的幫忙 得到很多包括我們政府單位 我們市長還有縣長還有我們金發局 還有很多很多就是幫助過的人 那我今天永遠帶著感恩的心 原來這一家豪宅店面還是靠著同鄉立挺 200坪的面積三年免電租 方仲業估計市值至少超過新台幣1億元 就連高雄市政府也有出力要打造高雄的新伴手禮 未來吳寶春的麵包就是高雄的伴手禮 那我們又是用我們高高品所有的水果 所以我非常的高興 我們大力支持他 希望年輕人援夢追求夢想 創業成功 念舊的吳寶春還特地邀請引領他入門的麵包師傅張金福 以及曾經指導他的日籍師傅一起調製正店老麵 希望這一家麵包店長久流傳下去 製造更多幸福與夢想 中田新聞高雄綜合報導 中田新聞高雄綜合 中田新聞高雄綜合